最近呢 要求中國的民眾一定會發現 如果你是光頭或者是禿頭的話 可能會拿不到一年多次的台胞證 因為中國從今年開啟就有規定 說如果禿頭或者是光頭 只能夠辦理單次的簽證 這也造成了很多頻繁往來 兩岸台商的困擾 不過後來再經過旅行業者的溝通之後 對岸已經取消了這項限制 一本又一本的台胞證 跌得滿滿滿 光是申請到中國的民眾 就讓旅行社忙到翻 不過如果你是光頭或者是禿頭 就要注意了 看看網路上的注意事項 從今年起 規定只要是光頭或者是禿頭 以及具有黨證跟宗教背景 一律不能辦一年多次的台胞證 禿頭或者是光頭的民眾 不能申請多次的台胞證 並不是歧視他們 而是像這樣的光頭 只要戴上一頂假髮 不管是長的 短的 還是金的 白的 看起來就完全變了樣 這是因為假髮千變萬化 讓禿頭跟光頭的人要變裝超簡單 就怕有人一到中國就變了樣 成了治安死角 不過這種法量歧視 讓很多台商集體抗議 經過旅行業者溝通 對岸才修改這項規定 讓禿頭放行 那基本上其實是要限制這個 就是宗教跟這個黨派的人士 他們對這個部分 他們有一些管制 目前來講沒有被推薦 就包括有禿頭人士去 也沒有被推薦的狀況 法輪功的關係 因為西藏的達賴喇嘛的關係 那很多的喇嘛在台灣 也在傳這個藏傳佛教 所以他們對這個東西 也某種程度的警醒 或者是有特等某種程度的 就是特別注意這樣的一個問題 雖然犯寬規定 不過像是清雲法師 或者多次訪問中國的國民黨 榮譽主席吳伯雄 同時具有光頭禿頭 以及黨政跟宗教 兩項敏感的背景 短期內想要拿到多次簽證 恐怕還是辦不到 明事就很重不倒